大家好 今天 總質詢的題目是 民進黨完全執政新思維 借近歷史勇往直前 今天談兩段歷史 一段是228事件 一段是美麗島事件 勇往直前是在講總預算 上個禮拜議會通過 很請蔡英文總統 特色陳水扁前總統 跟郭搖琦前部長 這首先要感謝陳菊市長 率先在議會表示 支持阿扁總統保外就醫 所以其實提案單是我寫的 很快就有很多議員連署通過 另外在2014年 九合一大選剛完以後 陳市長挾著民進黨大勝 也邀請所有縣市首長 要求基於人權 讓阿扁總統可以保外就醫 所以現在阿扁保外就醫 就從那時候開始 那我現在擔任的是 台灣地方議會 特色阿扁大聯盟的總幹事 當總幹事呢 除了要做組織工作 串聯其他縣市議員支持以外 另外民進黨現在完全執政了 我們也要以理服人 要合情合法合理 不只靠人數優勢 我們還要靠什麼 我們的主張要讓綠營的支持者 聽到覺得有信心而更團結 讓中間選民覺得 你講的有道理可以接受 讓藍營的支持者呢 覺得為了固權大局 願意接受 那這是我的主張 也展開以下的論述 如何讓藍營的支持者呢 覺得願意固權大局 不反對呢 固權大局 是固誰 不是固個人 是固台灣 所以有十六個字 就是個人是小 台灣是大 特色阿扁 饒了台灣 綠營的支持者會認為 那阿扁總統從頭到尾呢 就是政治迫害 但是呢 社會有另外一群人 尤其是藍營的支持者認為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阿扁總統是貪污罪啊 關在監獄裡面 跟一般受刑人關在一起 這是合理的啊 保外救醫 保外救醫才是特權 社會確實有一群人 也是這麼想 那我認為 特色阿扁總統呢 為什麼可以化解藍綠政治對立呢 先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這是憲法裡面的規定 而憲法講的那平等 那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在台灣主流的論述 居然還停留在軍權時代 就叫做什麼呢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而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呢 這幾千年來呢 從來就是一句口號 從來沒有實現過 而唯一用的呢 就是阿扁總統 那到底什麼是法律上的平等呢 大家齁 不用聽我講 我也不是什麼法律專家 你們可以上網 打台大開放課程上網路 然後打大法官釋憲 司法院院長許忠麗會講給你聽 什麼叫做平等權 那裡面有一系列的課程 包括什麼言論自由 平等很多 但是有一門課呢 就叫做平等權 他有特別講到阿扁總統這個例子 什麼是憲法裡面的平等呢 很簡單幾個字 憲法上的平等呢 是指立法的平等 強調實質的平等 容許有差別待遇 那什麼叫做差別待遇呢 怎麼可以有差別待遇呢 就是相同的事情相同對待 不同的事情不同對待 台灣這八年來為什麼會這麼亂 你知道嗎 因為你們刻意忽略了阿扁總統 對台灣的貢獻 也刻意忽略了阿扁總統 把他關在裡面 跟受刑人關在一起 會對台灣的影響 而把阿扁總統 當作一般受刑人關在裡面 而你刻意去忽略這個呢 讓台灣這麼亂 亂到現在為什麼還在亂呢 因為綠營的支持者 要求比照司法對陳水扁的標準 來對付現在的馬英九總統 台灣永遠因為兩個退休的總統 繼續亂 那也有國民黨的議員問我 那請教蕭永達議員 我問你啊 如果馬英九總統判刑確定 你怎麼處理啊 那我會告訴他很簡單 你就看國際慣例怎麼處理 國內有沒有成功的案例 國際上怎麼處理 來處理就好了 你何必自己去定一個標準呢 啊所以差別待遇怎麼定 很簡單 看國際上怎麼定 以前國內有沒有成功的案例 拿出來參考就好 那國際上怎麼定 我來跟大家報告 南韓呢 前總統全斗犯 也有貪污罪 還有屠殺罪 被判了無期徒刑 他被關在廟裡面 兩年以後呢 特色 菲律賓前總統呢 伊斯特拉達呢 貪污罪被判無期徒刑 被軟禁在家裡面 後來特色 現在在當馬尼拉市長 緬甸的反對黨領袖呢 翁山蘇姬判難罪 被軟禁在家裡面 現在是緬甸的實質領袖 換句話說 東亞國家的元首或政治領袖或總統 只要犯罪 沒有被關在監獄裡面 被關在廟裡面 或被關在家裡面 後來就特色了 這是我們東亞國家的狀態 那如果是在台灣 有什麼案例可以尋呢 我是屬於野百合時代 1990年野百合時代 我很榮幸呢 可以接觸到美麗島的受刑人 我第一個接觸到的呢 是林毅雄先生 那是意外 我去報名他的慈陵文教基金會 他有一門課呢 叫做非武力抗爭 非武力抗爭呢 交了兩條路線 而這二十幾年來 包括我當議員的時候 其實是奉為歸虐 你看我的行事風格就知道 兩條路線是哪兩條呢 一條呢叫做議會路線 一條呢叫做街頭運動 我們現在叫做公民運動 以前我們叫做抗議團體 現在叫什麼 現在自己他叫做公民團體 只是名稱不一樣 但是用法是類似的 所以我對美麗島事件的當事人 受刑人跟辯護律師呢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給大家看 陳市長二十九歲的時候 美麗島最年輕的受刑人 二十九歲 所以人家說陳舉是用青春寫歷史 副議長這不是青菜公共的 二十九歲 那當年美麗島最年輕的辯護律師呢 陳水扁也是二十九歲 那你說當辯護律師有什麼了不起啊 就是辯護而已啊 我告訴各位 在陳舉市長旁邊這一位是誰的 是姚家文 姚家文跟我剛剛 跟大家講那個林毅雄 兩個聖分當年都是律師 只因為幫余登花辯護 1979年年初辯護 年底的兩個都是受刑人 一個姚家文 一個林毅雄 律師資格也沒了 兩個都抓去關 所以當年二十九歲的陳水扁 要出來當辯護律師 需不需要勇氣啊 需不需要有犧牲的準備啊 這是一九九零年 李登輝總統給陳舉市長的特色令 上面就寫了 依據憲法四十條 跟特色法第三條後段 第三條後段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特色法第三條 它的前段呢叫做有罪特色 後段呢就叫做什麼 無罪特色 我講到這裡呢 就是我要借進美利島的事件的例子 歷史呢是一面鏡子 美利島事件跟阿扁的事件 當然是不同的事件 因為它的實件不一樣 罪名不一樣 法院不一樣 連適用的法律都不一樣 有四個地方完全不一樣 但是呢 譬如說罪名 美利島事件是判亂罪 陳水扁的案呢 是貪污罪 根本就不一樣 但是呢它有一點是共通的 哪一點共通 就是統治者利用國家機器 再打壓一擊 美利島呢 事件呢是衛暴先陣 暴力行求 那整個過程是這樣 而當年那個時代呢 是戒嚴時代 為什麼是戒嚴時代 因為在兩位蔣總統統治的期間呢 台灣有高達38年的戒嚴 全世界我們是戒嚴最久 那陳水扁案是什麼呢 是教唆偽證 押人取共 任意更換法官 變更法律見解 我講一點 教唆偽證就好 法官岳芳儒 可以跑到日本去 叫估重量做偽證 來把陳水扁 從一進入 地檢署以後 開始一路押 法官可以叫人做偽證 我們是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講的是什麼 就是程序正義 你沒有程序正義 就沒有實質正義 沒有程序正義 判的結果叫做貪污罪 這個到底算不算數 他把它 根據這個貪污罪呢 他有什麼呢 用曲解憲法平等的意義 把他跟一般受刑人 關在一個兩坪大的房間裡面 一直關到他 身體狀況出問題為止 所以本席在此呢 認為呢 陳水扁總統 跟世界各國元首比起來 他祭運真的最慘 被關了 足足關了六年 都關在監獄裡面 很長一段時間 根本就是淋略他 那個犯人還可以把腳 翹在他的肚子上面說 我都睡都 躲在總統的肚子上 我的腳是躲在總統的肚子上 躲在總統的頭上 躲在總統的頭上 你睡 這根本是淋略他 所以本席呢 在此主張 借進美麗島事件 來處理陳水扁案 而 在國內呢 成功的案例呢 就是1990年 李登輝總統 特赦美麗島事件 林義雄 陳菊等九名政治犯 這是我的主張跟建議 那也請陳菊市長回答 恰不恰當 來 市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蕭永達 蕭議員 蕭永達 蕭議員 蕭永達 蕭議員 非常關心台灣民主的發展 取1979年美麗島事件 來做為今天 台灣社會要邁向和諧 希望經由美麗島事件 這個歷史的過程 希望我們的社會 能夠邁向自由化 民主化 也希望邁向和諧 而不是不斷的對立 這樣的一個精神 包括這樣的見解 我個人都非常同意 同時也非常認同 雖然1979年美麗島事件 我也因為美麗島事件 坐牢精華審判 那個時候我想事隔到現在 都已經超過36年了 但是不同的台灣民主發展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不一樣 那個階段當然相同的地方 統治者用國家的機器 打壓政治異己 我想是相同 不過我會覺得說 因為台灣歷經很多像 228事件 美麗島事件 有很多社會改革運動 很多很多的過程 所以變得不一樣 所以我會覺得 基本上我會同意 如果美麗島事件 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 一個非常的重要階段 讓台灣自由化 民主化 尊重人權 讓台灣社會能夠朝向進步 我想我們這一代人 當時的受苦坐牢 我想就非常有意義 但是今天特色權是總統的職權 那今天我想蕭議員有很多 把美麗島事件陳水扁總統的案件 希望台灣社會對於國家領導者 能夠有更大的寬容包容 包括用特色能夠來處理台灣社會長期緊張對立等等 這樣我也非常認同 所以我會把蕭議員很多好的見解 你真好的見解 那我會把你們的相關的資料比較等等 我會交給蔡英文總統 我會覺得希望蔡英文總統 依照總統的職權 他應該有適度的智慧 來處理未來所有的政治案件 那我想今天蕭議員也有提到 很多國家面對國家領袖 在一個擔任總統的過程之中 最後處理的方式 都是跟一般確實是應該有所不同 這個平等的精神 法律的精神相同 不過通常對於國家領導者 尤其是陳水扁總統 你可以看到韓國處理前頭案等等所有的總統 那我會選擇我們的國家 在馬政府的時代處理陳水扁總統的案 就是非常的嚴苛 對於他很多的在建議中所有承受的痛苦 我們都非常的理解 所以我們謝謝蕭議員提出借鏡歷史 其實謝謝蕭議員提出很多歷史的案件 然後提出特色陳水扁這個部分 那我會把這樣的相關的資料 轉達給總統府 希望蔡英文總統也能夠聽取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來執行他總統特色的權利 謝謝 好 感謝陳市長 其實我是打你的腳步做會打拚 跟陳市長做會打拚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 主席因為那個陳市長跟那個許副市長 要到台北區有重要的預算要爭取 因為接下來的問題跟他們兩位也剛好無關 所以先請我同意讓他先離開 好 我繼續下面的質詢 下面的質詢是另外一段歷史 這是比美麗島事件更早 1947年的228事件 那我今天要提的是另類228的故事 過去我們講228的故事 都是以受難者為主 那要求就是要還受難者家屬公道 轉型正義 要公布歷史真相 追究歷史元凶的責任 撫慰受難者家屬的心靈 而這一直是台灣228的主軸 那228當天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那些受難者家屬 他爸爸 他媽媽的季日 所以每一年228我都會去參加 那我講的另類228的故事 不是以受難者家屬為主 因為台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你既不是加害者 也不是受害者 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我們先來後到不一樣 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要接近歷史的故事 那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是另類228的故事 並不是要推翻以前轉型正義這一段 轉型正義這一段 還是目前的主軸 還是應該繼續繼續做 只是在228故事之外 另類228的故事值得參考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高雄的熊中智慧隊 這是上禮拜五在熊中 我跟當年的副隊長 今年89歲的成人碑 跟隊員何聰明拍的相片 時事求是呢 就是熊中的孝訓 那這一段故事是這樣 1947年當228發生的時候 熊中的學生 結合熊女熊工熊商 組成智慧隊 在保護校園跟社區的安全 而228第一時間呢 有部分的外省人被攻擊 而以本省人級為主的學生呢 就把這些外省人保護在學校裡面 這種不分族群的精神 而且是年輕人當國家危難的時候 挺身而出願意做的精神 我們覺得呢 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那這幾年來呢 文化局跟教育局 以前使得你做文化局長的時候 坦白說大力推動 這一段歷史過去呢 是沒有寫在國家的文獻裡面 但是這八年來我們共同的努力 被寫進維基百科裡面 每一年呢 都有辦熊中紀念會的紀念活動 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有一種感想 這是柯文哲觸發我的感想 柯文哲去年在228的時候呢 舉辦一日雙塔 被罵得要死 但是叫做不叫好 電視台呢 一邊找人罵他 一邊全程跟著他跑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鏡頭 看到他那邊騎腳踏車有趣 但是呢 高雄雄中智慧隊做了多少事呢 文化局交易局這幾年來呢 做了多少事呢 包括辦座堂會 這個是演舞台劇喔 舞台劇就是 那時候我出錢 找台灣戲劇表演家 來編舞台劇 好幾個議員包括 也都有共同出錢 來買門票 三天六千人次 事實上是很多人去看 但是差別在哪裡呢 看完以後呢 也沒有討論 電視台也沒有再報 換句話說呢 輪為什麼呢 輪為較好 但不出名 那我感覺喔 我們要接近歷史 走向共同的未來 就要從歷史裡面 去找到有利的故事 我們講的故事 就是我們相信的價值 那怎麼做呢 柯文哲這一招喔 要稍微學一下 要符合現在主流媒體的價值 雖然呢 一日雙塔呢 是五里頭 沒有人會想到說 說從新北市的燈塔 騎到鵝鵝鵝筆 這到底跟228有什麼關係 那叫五里頭 但是五里頭呢 很好看 那我們的雄中智慧隊呢 也要好看一點 既然是有趣的故事 對台灣是有意義的 那你就要不一樣的做法 那經過呢 十年的努力 我當了十年議員 以前常常在講這個議題 這個是十年某一件想出來的東西 要辦呢 有史以來 228第一次的大遊行 明年呢 剛好是228事件 七十週年 要辦大遊行 這個主題名稱叫什麼呢 就是 英雄返校 雄中智慧隊出巡 什麼叫出巡呢 就是他們過去呢 除了保護校園以外 有保護呢 雄中附近 市民的安全 而從雄中走到火車站呢 火車站呢 是高雄呢 228事件呢 三個主要地點之一 一個是救市政府 一個雄中 一個就是火車站 而他的訴求是什麼呢 就是公益和平 228 從雄中智慧隊出發 遊行的主角呢 一個是八十九歲 當年的副隊長呢 成人碑 一個是隊員呢 何聰明 你們放心 兩個都走路都還很健康 上禮拜五 我才剛剛跟他們見過面 路線呢 從雄中呢 一直走到火車站 大概呢 我試過十分鐘以內 時間呢 是2017年 就明年的3月4號 3月4號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七十年前 雄中智慧隊成立的日子 雄中智慧隊成立的時間是 3月4號一直到3月6號 那主辦單位呢 我剛好是福人社的社員 那我們西區福人社呢 很早以前就同意要辦這個活動 因為是七十週年 要擴大舉辦 我們也一直跟 教育局跟文化局配合 做了很多年 要擴大舉辦 所以呢 預備來邀請了 市政府當指導單位 那協辦單位呢 有這麼多局處 文化局 教育局 新聞局 社會局 跟警察局 這是我們預備要邀請的 那因為 教育局 范局長 常年都有關注這個議題 也參加過很多次這個活動 范局長 我請教你 禮拜六這一天 鼓勵學生來參加 228事件七十週年大遊行 英雄返校 適不適當 請局長回答 來 局長請答覆 我們謝謝主席 謝謝蕭永達議員 其實我看了一下這個歷史 從2009年開始 要重新把雄中自衛隊的歷史真相 發覺出來 一路走到今天 那明年是七十週年 228事件 那高雄有不同的 228的這個歷史故事 歷史真相 如果藉由這一次的這個大遊行呢 能夠讓所有的高雄市民 特別是年輕學子 新世代能夠了解 當年雄中自衛隊這些基於愛鄉 然後愛笑 然後勇於承擔時代責任的 那一代的年輕人 所發展出來的那種精神 我覺得十分有意義 所以教育局一定會全力支持 感謝范局長 范局長很有歷史感 我很多歷史問題都私下請教他 我如果學問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要感謝范局長 接下來那個 因為這跨了好幾個局處 文化局 文化局長因為你剛到 來你請坐沒關係 你先研究一下這個議題 因為你剛來接 這個議題呢 因為史澤副市長 過去當文化局長的時候 投入很深 我一輩子 在當議員之前 沒有看過舞台劇 我初前拍舞台劇 就是史澤告訴我的 說你都一直叫我們做 我們市政府沒有錢 你出錢出來做 我就真的出錢下去做 請那個 史副局長回答一下 邀請市政府當指導單位 恰當嗎 謝謝主席 謝謝蕭議員 我想市政府當然 理應應該當然就是指導單位 而且應該積極來參與 而且事實上我們過去也都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我是覺得最好 這個裡面比較讓大家覺得很好的 就是說 它基本上不是一個由上而下的一個模式 它是一個有民間發起的方式 那我想我們大家一起繼續來努力 我們以前那個舞台劇 天若光那個舞台劇 其實也是民間推動的 就是直接找台灣戲劇表演家 而且那個是議員自己出錢出來的 好幾個議員都有出錢 你也都知道 你覺得這可行 很可行 我們也都很希望大家繼續出錢 謝謝 好 謝謝 文化局長 來 雖然新來的也讓你講幾句 來 好 我想非常感謝主席 感謝議員這邊的 這個 非常主動提出這樣的活動 事實上 文化局在歷史博物館的這一邊 也一直在228相關過去 從追思活動 一些青年的研討會這邊 做很多很深度的一些活動 剛才議員提到說 這樣的一個深度活動 較好 但是可能 這個社會的 不叫做 會比較不足 我們會繼續努力在這方面的推廣 謝謝 好 感謝你 謝謝 然後我們 借盡歷史 就先到此 我來講下一個議題 下一個議題 叫勇往直前 這是在講總預算 我們這個會期 就在升總預算 我從去年開始 一直做這個主張 就是要 落實高雄經濟正義 但我覺得市政府做得非常好 市政府 我跟副議長報告 今年市政府的總預算 你如果要把市政府承諾 可以來找我 我一定全力支持 因為我覺得你們有 落實高雄經濟正義 檢局長你一直點頭 最近最替你辯護的就是我 你們那個財政局今年吃尾牙可以找我 落實高雄經濟正義 市民做主 終結財團 操控地方政治 這是 我要講勇往直前的例子 這是今年106年度的總預算 106年度呢 從去年的1200多億成長到1325億 但是呢 舉債還本卻下降 舉債比以前少 為什麼比以前少呢 因為我們稅客收入增加了 增加了兩個稅 一個叫做地價稅 一個叫做房屋稅 這最近被罵得要死 地價稅也增加 房屋稅也增加 比如說106年增加28億 這房屋稅增加7億 所以市面上會流傳一句話 就是說今年呢 地價稅也漲 房屋稅也漲 甚至把它比喻成以前 馬英九時代的油電雙漲 民怨士氣 那我要講的是呢 高雄房地產稅的假象 所謂的民怨士氣是什麼呢 是90%跟1%的選擇 這個民呢 是民意代表呢 或者是一般市民 都市民沒錯 民意代表的利益 跟一般市民的利益 有一致嗎 我給大家看喔 這是今年全國地價稅都漲 超過三成 部分藍綠執政的縣市都超過三成 新北市呢是36% 我們是32.5% 比他還低 那因為 但是地價稅呢 這是公告地價成長32.5% 那地價稅呢 多了36% 所以是從95億呢 變130億 多了多少呢 多了35億 多了這35億呢 你們去年同樣這個時間 聽我演講 你們就知道 104年11月10號呢 我那時候推估的公式 我不是有推估一個公式 給大家看嗎 應該成長多少呢 129.5 129.5 來 回去看上一頁 結果出來是多少呢 130億 所以這個公式可以用嗎 可以用嘛對不對 局長你點頭 可以用嘛 只差多少 差不到百分之一啊 那為什麼呢 這公式簡不簡單呢 這公式很簡單 很合理的公式 同 這公式怎麼來呢 同一塊土地 它有叫市價 有叫公告限制 有叫公告地價 公告限制 跟公告地價呢 都是市政府 地價平易委員會定的 公告限制 這三年的漲幅呢 是10 15 6.91 都是市政府訂的 同一塊地 那三年公告限制 的漲幅跟公告地價的漲幅 應不應該一樣啊 當然要一樣啊 不一樣 不一樣就是神經病的 為什麼不一樣 同樣的政府 同樣訂出來 只是公告地價 是落後指標 三年才調一次 公告限制是每年都調 那你們知道嗎 如果公告地價每年都調 市民攪的稅會會比較多還比較少 比較多還比較少 比較多嘛 對不對 三年調一次 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攪的比較少 因為你中間兩年是 漲價是完全都不調的 所以呢 去年 警察局長在哪裡 舉手 好 請坐 這個圖表呢 你可以拿來做辯護 在議會呢 我聽了六年都在講什麼 市政府缺錢 所以叫警察局是什麼 開罰單 開紅單 然後呢 因為你稅出要那麼多嘛 所以你稅度就要增加嘛 所以叫警察局去開罰單 來警察局長麻煩你也站起來一下 你有沒有常常聽到這個 局長請答 有常常聽到這個主張嘛 謝謝主席 謝謝 這個表你可以拿 是不是有這種主張 好 謝謝 過去我曾在我們議會 可以多次的表達 多次表達絕無此事 而且每一年都有人在講 是 好來你一起坐 謝謝 你這個表呢可以拿回去看 為什麼呢 因為市政府的公式很簡單啊 總收入等於總支出啊 你總支出是固定的總收入 市政府 你一百零零五年 他總收入少列了多少 大家知道嗎 他是 他唸少列了三十五億的 市政府如果缺錢 會光一筆地加稅 他編九十九億後來收到一百三十億 足足少列了三十億 有需要嗎 所以市政府 不需要 為了編總預算去開罰單 那個警察局局長 這表讓你當參考 以後辯論的時候呢 包括跟副議長建議 如果有人這樣說 那要給他當場制止 不能讓錯誤的言論 後來就當年都說一樣 事實也不是這樣 接下來 地價稅跟房屋稅市民都漲 這真的還假的 來 地價稅呢 主要的來源是什麼 來自大地主跟建商 高雄市地價稅呢 收了一百三十億 這一百三十億怎麼來呢 一百三十億是由 高雄市有九十三萬戶 九十三萬戶呢 繳了一百三十億 但是九十三萬戶的 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呢 這三個加起來 百分之九十的市民呢 你家的地價稅 是不超過一萬塊的 大多數是幾千塊而已 而地價稅一百三十億 到底是誰繳的呢 在這裡 九十三萬戶 來跟大家考一個 腦筋極總關 百分之一是多少啊 九千三百人嘛 對不對 九十三萬啊 百分之一不是九千三百人嗎 但是高雄市呢 七千九百七十戶呢 繳了多少呢 繳了九十六億 九十六億 一百三十億的多少 四分之三 換句話說呢 高雄市呢 不到喔 百分之一的人喔 他繳了高雄市 四分之三的地價稅 所以民怨四起這個名 到底是誰呢 會是一般市民嗎 不是一般市民 是誰 在這裡啦 是百分之一的人 所以我才回頭跟大家講 地價稅漲 是百分之九十跟百分之一的選擇 好 那房屋稅漲呢 房屋稅漲 從頭到尾就是胡說八道 你把你家一百零五年的房屋稅 跟一百零四年的房屋稅 拿出來看 高雄市呢 房屋稅呢 一百零五年喔 是全面下降 你把你家的房屋稅拿出來看 全面下降 為什麼全面下降呢 你看房屋稅計算的公式就知道啦 就是標準單價 折舊率跟地段 這個是三年調一次 標準單價跟地段呢 完全沒有調整 折舊率下降 所以房屋稅呢 有九十七萬戶呢 是少收多少錢 少收0.87元 那不是有說 房屋標準單價 高雄市在一百零三年調百分之八十一嗎 那個是指一百零三年以後 拿到使用執照的 使用建造的 才調百分之三十一 換句話說你家的房子 如果是一百零三年以前 早就蓋好了 早就在用的 今年的房屋稅是一定下降 而適用新的房屋稅率的高雄市 一百萬戶裡面才多少萬戶啊 才兩萬八千戶 是適用標準單價提升的 所以幾乎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高雄市民房屋稅 絕對是下降 這是我家的稅單拿給大家看 我家呢 住文化中心 有五十坪的大樓 裡面呢 有游泳池有公園 今年呢 房屋稅呢 漲了二百零九元 從八百四十七元 變成一零五六元 那我家地段好不好 你在文化中心大馬路旁邊 地段好不好 當然是不錯啊 在大樓裡面啊 繳一零五六元 其他我家的房屋稅加地價稅 比我啦 那台樓公車 燃料稅加牌照稅 還少 你們相信啊 還少啊 你看我那台車 很樓公的 但是比我們家 接近好幾百萬的房子 八百多萬的房子 繳得還少的稅 那房屋稅呢 我說你們家的房屋稅 拿出來看你就知道 一百零五年 跟一百零四年 都要差多少 少了一百二十四元 從九千一百 今年只交九千一百九十五元 去年是九千三百 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從總體經濟的角度 從市政府的角度 地價稅符合公平正義 因為他是大地主大建商 繳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地價稅 跟一般的市民無關 而房屋稅在高雄是一百零五年 是全面下降 所以一般人房屋稅加地價稅 像我家交起來 是地價稅漲兩百塊 房屋稅跌了一百多塊 兩個加起來 跟以前差不多 一般市民是差不多 但是呢市政府的稅收呢 是差很多 房屋稅加地價稅多了好幾十億 讓舉債呢可以減少 那舉債減少 跟一般市民有什麼關係啊 來我跟大家報告 要唸呢就唸最好的書 我跟大家包括 朱敬一跟林泉寫的 經濟學的新視野 這我已經在六年前 就推薦大家唸了 這第六章裡面呢 問政客租稅是何物 裡面呢第六十五頁講 必談真稅 結果就是真稅 我拿我家的例子 算給大家看 剛剛講的公平正義 是指市政府在做財政分配 那叫做總體經濟 叫做宏觀 我現在呢 是要用微觀 是用個體經濟的角度 算給大家聽 如果以每一個市民來講 你一定要支持高雄市政府 抵托你頭髮 抵托你是建商 抵托你是大地主 你才跑出來反對 不然你不應該反對高雄市政府 我完全在市民的利益 這叫做個體經濟 叫做市民經濟 我拿我家的例子給大家看 調高公告地價呢 需負擔多少呢 我每一年呢 多負擔呢 兩百零九元 公告地價三年調一次 我要負擔呢 六百二十七元 那不調公告地價呢 我要舉債 因為不調 剛剛講過嘛 今年是一百三十億 本來是九十五億 多說了三十五億 那市政府總支出 是固定的 那總收入來源不行怎麼辦 不夠不夠就是舉債啊 舉債呢 三十五億 是誰負擔呢 就是你家有土地 有房子住在這裡 你是高雄人 戶籍設在這裡 兩百七十七萬高雄市民 共同負擔 這三十五億 那平均負擔呢 一千多元 以我家為例 三個人呢 就三千多元 那三年呢 就一萬一 就一萬一 換句話說呢 我帶我老婆帶我女兒去吃東西 吃完了東西呢 我要付兩百二十七元 老闆告訴我 來蕭議員 這兩百二十七元不用付 沒關係刷卡就好 這個刷卡刷多少 要刷一萬一 你同意嗎 不用收錢沒關係 用記帳的 用刷卡的刷一萬一 就是市民經濟 這會合嗎 那這本書呢 請大家回去看一下 這是頂尖的學者寫的 朱敬一跟林全 那朱敬一的學問呢 還比林全還更高 那四十幾歲就當中原院院士 是國民黨頂尖的學者 只是呢 國民黨不想重用他 那林全呢 現在是院長 他現在當院長 他一定把他的主張拿來落實 他寫了一本書在這裡 所以呢 接下來就講高雄市現在的狀況 財政局跟地震局 每一年都有賣土地 這賣土地的狀況 你看那個公告限制 下個月就要調 下個月就要調整 公告限制跟市價的比差多少呢 賣了這麼多筆土地 好幾百筆土地都是多少呢 都三成四成都有 反正就是差很遠就對了 公告限制跟市價比 兩成三成四成 每一年都有 但是就是賣土地的比數 那我們希望公告限制呢 應該逐漸接近市價 這才是合理的 所以接下來 請教地震局長 下個月就要調公告限制 那明年三月呢 就要調財政局的房屋稅 房屋稅稅稅呢 是政府訂的 這地價評議委員會 跟財政局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你明年三月態度是什麼 先請主席先請地震局長回答 來 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蕭議員的一個指教 今年的一個公告限制的一個調整 作業目前是在進行當中 下個月就要調了 下個月就是要評議 所以我們會依照法令的規定 法令 他是說要經常調查 這個區域裡面的一個地價動態 然後這個 划分地價區段 估計這個區段地價 提到地價平穩會去 所以我們會 那個五個元者那個我都知道 經濟的一個態度 經濟的一個狀況 我知道 那你那五個元者我都知道 你的態度是調整到多少 地價的動態情形 我們把這些這個幕僚作業做完了 以後還會提到 地價平穩會裡面去討論 至於調高調低 因為時間快到了 我問你結論就好了 你的態度是 會依照整個地價的一個動態 來做一個調整 結論大概調整多少 這個調整多少 這個到是地價平穩會的一個職權 就是他們的職權 我知道是你們主辦 你的態度 想你的態度就好 我還是何時來看 這個整個地價的一個變動情況 如果是有跌 那就有 就這個下修 那如果有 區段有上升的 那還是往上調 局長 我現在就是怕你下修 來 我現在就是怕 來 我再跟你講這個 你這個公告限制 跟市價還差這麼遠 你即使今年一百零五年 財政局賣出的土地 才百分之五十三 地震局才多少 才百分之四十七 我就是怕你下修 因為你公告限制 你市價還那麼遠 市價在漲的時候 你才漲一點點 市價在跌的時候 你就要跟著跌 我就是怕你下修 我就是反對下修 再跟小議員報告 這個地價的一個狀況 你像那個底位地的部分 因為他是從下去裡面的 不只有你們在賣地 財政局 你看這裡 對啊 財政局 財政局賣的土地 今年一百零五年 賣三十五匹 才百分之五十三而已 不要講你們地價 來 財政局長 麻煩你站起來一下 這個數字對不對 來 局長請答 不是只有你地震局 財政 地震局四十七 財政局五十三 一百零五年喔 財政局賣的三十五匹土地 地震局賣的三十一匹土地 一個是百分之五三 一個百分之四七 你公告限制明明 還離市價離那麼遠 你怎麼還有下修的準備呢 因為跟這個小議員報告 這個標售的 他是一個單一的價格 不是 這是全部 裡面的這麼多比土地 區段地價 他是採取那個中位數 中位數 所以他跟那個公告限制 跟那個標售的一個價格 他是有一段的一個差距 這個要先跟這個小議員做一個報告 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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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 因為他那個地 地價的區段 一萬多個嘛 有些地方真的是有沒落 或者是不 地價的一個情況時候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蕭議員 其實蕭議員這裡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明年我們又要調這個 這個房屋稅的這個這個稅積 那稅積就是根據三項就是標準單價 那 那標準單價就是房屋建材 各種建材 要看這三年來 漲幅或者跌幅的狀況 這是第一個考慮 第二個 折舊率 一般來講 我們折舊率 現在定的是每年的折舊率 還是1.1多 這個折舊率大概不太會變 那地段率 地段率就看你的房屋 座落的段落的交通狀況 讓經濟發展的狀況 我們做一個衡量 該調高我們就調高 該調低就調低 原則上 我想這三年的變動 我們都會把它考量在一起 盡量接近我們試駕為止 這是我們考量的重點 謝謝 好 謝謝蕭議員 執行完畢 今天疫情到此結束 散會